字幕字幕by索兰娅 字幕by索兰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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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請問你這枝槍是什麼頭見錄得回來的? 字幕by索兰娅 我不知道啊 我刚刚下船,有时间给我的,接住了之后我拿回来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UFO新闻台,我是特约主播千妈根。 今天要报道一宗在Ultra City中港鱼医院发生的紧急事件。 昨晚,有一名市民手执散弹枪,在医院门前招摇。 他的行为引起了警务人员的注意,这位市民不单止持枪招摇, 还向天空鸣枪,搞到场面一片混乱。 警员见到这个情况,立刻采取行动,要求该市民交出手上的武器。 但是,该市民似乎神志不清,警务人员判断情况危急,立即叫来增援。 警务署接到呼叫后,快速反应,派出重装警力,封锁了医院,准备围捕这位市民。 经过一轮紧张的对峙,一班机警的女警员用电枪将其制服,并将持枪市民带回警务署进行调查。 警务署发言人就这次事件发出警告,提醒市民,根据本城法律,施撞枪械是违法的。 警务署高层亦呼吁,任何有枪械的市民都应该立即交回政府,以保障大家的安全。 新闻报道完毕,多谢收睇UFO新闻。我是特约主播Chi Ma Gun,下次见,拜拜! 拜拜!